是他间接杀害了我们 他毁了我们一家 让我现在 我居然跟着我在一起 我跟他结婚了 你还没吃饭 饿了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我给老李打个电话 我求你了 别管我了 你走吧 不管怎么样 你能开口说话 我就放心多了 刚好这附近也没什么人 你要有什么想说的 想骂的 发泄出来 别憋在心里 你既然已经全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瞒着我 我只是觉得 有的时候就算你知道真相 但不一定换回来好的结果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我只想看到你开心 不想看到你难过 他为什么偏偏选中的是我 就是因为我们家穷 没钱没地位 所以好欺负对不对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自私 我当年根本就不会调到 我爸根本就不会出意外 是他间接杀害了我爸 他毁了我们一家 而我现在 这可是我在一起 我跟他结婚了 多可笑 这一切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这一切都过去了 而且当年做错事的人 是侯月珍 也不是沈侯 你刚才也都听到了 沈侯他跟你一样 当年只是一个孩子 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 你最好不要告诉他 否则的话 他会跟现在的你一样 自责跟痛苦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你要是不想坐我的车 那我继续陪你坐公交车 你只能坐下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我自己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到底该去哪儿 如果你现在 不想回家面对沈侯 你可以先去我那里 等你状态都调整好了 再回去 我去 黄黄 等会儿 你等会儿 打包这么多啊 你这典型薅工业羊毛知道吗 占便宜没够 我告诉你我可是给的钱了 而且哥们今天啊 特意做了两道我新学的菜 我呸 咱们员工价等于白菜价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给钱了 还自己做了两道菜 哪道菜是你买的 哪个菜是你到菜市场自己挑的 我跟你说啊 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 怎么着 我给你点温暖的拥抱 你别碰我啊 你走开 你别恶心 走走走 我告诉你啊 面包会有的 爱情也会来的 你的爱情就在来的路上 我的爱情已经走远了 那你拿赛车追他呀 我车开得太忙碌坏了我 你等我修好了重振齐鼓 我就不信了 拿下他 拿下他 我告诉你 咱俩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你已经结婚了 你是真正的大人 我们在不一样的世界了 那你也加把劲啊 加什么劲 赶紧走吧 别撇了一会儿菜凉了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 这也是您拨打的用户 才是无法性的 请稍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关注的 也不知道 我已经曾经在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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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